第一军情作者 火火世界杯正如火如土 四分之一决赛已经打响 在这个关键时刻 插曲来了 据媒体报道 英国警方四日透露 英国威尔特郡埃姆斯伯里地区 日前发生神经毒际中毒事件 中毒的一男一女 与之间人昏迷 情况危重 而其与四个月前的双面间谍中毒案 有诸多雷同之处 两起事件的事发的仅间隔11公里 受害者均在同一家医院救治 作案使用的毒剂 都是前苏联军用及神经毒剂 诺雷乔克 目前英国政府还没有救第二起事故 像克里姆林宏问责 但英国卫生大臣亨特称 第二起事件看而去 更像是第一起事件的后续 我们现在还不确定 这是否又是一次蓄意谋杀 此让无英国卫生大臣言外之意很明显 这次还是俄罗斯干的 对此 俄罗斯驻河南大使馆 在社交媒体上反驳 称只有傻子才会相信 一边伴着世界杯的俄罗斯 会跑去给别人下毒 无疑 俄罗斯方面非常恼怒 对英国的做法非常不屑 考虑到上次的经验教训 这次第一时间进行回应 在言语之间充满嘲讽 与此同时 英国国内怀疑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 毕竟英国方面拿不出像样的证据 英国会报刊发专门作家西蒙詹金斯的文章质问 如果神经毒计诺维乔克是被俄罗斯种植的 那么证据在哪里 文章认为 没有人知道威尔特区的中毒事件真相 尽管最明显的动计 是有人想羞辱出境 资料图由于双面间谍中毒案 俄英关系乃至俄罗斯同西方世界的关系 遭遇了一波历史上最为严峻的考验 对此 俄罗斯基本把仗记到了英国的头上 英国一个毫无证据的指责 让俄罗斯不仅能受了巨大的缺乱 也遭遇了非常严重的外交危机 当然 俄境双边关系也经历了一轮迅速下滑 分析认为 英国之所以如此对俄罗斯下狠手 主要是为了配合美国孤立俄罗斯 但目前美的关系有缓和迹象 美国总统不无待机 在这种情况下 英国非常尴尬 近日 俄罗斯军舰奔赴英国近海 让其非常紧张 派出舰机进行跟踪 俄罗斯此举无庸置疑 再向英国表达一种无声的抗议 这次中毒事件 究竟又会在多大的程度上波及俄罗斯 目前还是未知数 但无论如何 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资料图曾经在历史上 英国的确辉煌过 而且是非常的辉煌 但这并不是英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的资本 更不是英国在世界范围内 以止气势的资本 一个可能只是偶然的重度事件 在没有足够证据的前提下 也能招致俄罗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外交危机 不得不说 英国玩得很流 此外 在南海问题上 英国也不忘挑衅 刷唇再干 只能说 英国对自己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清晰的定位 那么 遭遇羞辱不过是 迟早的是 这次英国故技重研又能翻出多大的浪花 还得用时间来说话 或许英国有点天真了 吃了一次大亏的俄罗斯 恐怕不会再栽大跟头的 关键是 英国还迟迟拿不出证据 那么 就不用在那里演戏博同情了 而羞辱普京 貌似也不是英国该干的事 这没有意义 声明 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转发第一军情文章 为尊重原创 转载请标明出处 微信公众号转载 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 敬请配合 第一军情开通走音障号吗 请大家多多关注